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则是中餐厅第二季 中餐厅第二季是一档青春合伙人经营体验节目 有苏有恒 赵薇 舒淇 王俊海 白举刚担任固定主持节目 有五位青春合伙人通过二十天时间经营一家位于法国科尔玛小镇的中餐厅 在中餐厅内做出中国的味道 而看过中餐厅的都知道 在做饭的时候都是有两个人当主厨 剩余的人打下手的 而在最近的一期节目中 舒淇和赵薇当主厨 而白举刚和王俊海开始被菜试菜了 小白准备做一个油条虾的 而油条虾最重要的就是油条了 于是在还没有营业的时候 小白就开始炸油条 但是好像并不是很成功 小白也是一直失败 很心酸 但是他也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准备接着炸 于是在第二天的一大清早 小白就起床来到厨房炸油条了 看来小白真的是很坚持啊 只不过就算是这么坚持 但就是因为种种原因 导致小白并不能成功 于是只好放弃有条虾 而这个时候王俊海也是来找小白 因为就要轮到他们两个当主厨了的 所以得去超市准备食材 而就是因为出门这么急 导致来不及收拾厨房 所以厨房真的是一片狼藉啊 等舒淇出现在厨房的时候 看着这么乱的厨房 真的是有点生气了 出口而出三个字 死小白 而这三个字 竟然让字幕组都不敢打出来 毕竟不是什么好话 也是骂人的话 如果打在字幕上面 影响也是不好的 出口 每个字幕组都不敢打出来 δ口 你们留言 我们eltern 本送 十 个字幕组都不敢打出来 好 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